今年的南投山谷回响音乐节 7号下午在南投县会展中心户外广场登场 吸引满场的乡亲月迷一路嗨到晚上 活动邀请了马来西亚的歌手陈芳宇等国外的歌手 以及本土实力派歌手凯尔邱军等 还搭配技大投商热舞社及爽文国家武术班等团体 一起来热力演出 尖叫声在哪里 南投县长许淑华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长林仲森 及议员们等来宾发送海报及圣诞礼物 给台下的民众 2024南投山谷回响音乐节 现不业准备暖场的灯光音乐秀 首次举办的2024南投山谷回响音乐节 邀请国内外流行歌手与DJ们演出 吸引不少年轻朋友们参加 roo 给你我的真心 Otobo的爱我的名 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 我现在跟他女朋友Kristy 求婚的那首歌 然後我希望他今天可以跟他拍照照 很好 很好 那有特別為誰而來嗎 嗯...很多都想聽 滿熱鬧的 感覺氣氛怎樣 氣氛很棒 你有感覺期待哪位可以走嗎 我今天 陳芳宇 今天先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在跨年的時候他也可以去選擇別的縣市來參加 其實有更多的選擇 那當然另外像我們長期以來 在我們親近的連線 這個跨年的活動我們一樣會持續的 那最主要呢我們希望就是說 讓我們南投縣的各種音樂的活動 大家可以更加的活絡 山谷迴響音樂節邀請香港 饒舌歌手Tayson Yoshi 台灣新生代歌手思遠班恩等輪番演唱 吸引本地與外縣市的粉絲到場欣賞 當中還有多位DJ參叉炒熱現場氣氛 這一回辦這樣的一個山谷迴響 許縣長他一直都是非常具有青春活力的這樣的一個思維 所以他上任之後呢我們成立了慶發所 就是說他對於這個年輕人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工作對於他們的就業等等他都非常重視 音樂節啊確實是針對年輕朋友來辦的 那我們今天這個活動可以說是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青年朋友到現場來 縣府文化局指出音樂節於聖誕月辦理現場 還規劃近40攤市集有美食也有文創商品 結合音樂與慶典期盼讓遊客體驗南投的人文特色 季節熊新南投縣採訪報導